《经济日报》今天的推介是中银香港2388 简选原因是瓜景理财通最快有望在10月中就会正式启动 中银香港亦是本港唯一的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并且已经早已开始大湾区开户2的跨境开户 预料最有力抢占理财通市场份额 中银香港派息稳定 2020年度每股的股息是1.24亿元 派息比率是超过4.9 2021年上半年度 集团纯利按年倒退1.7 但派息持平 中期息每股是4.47 现价往迹的股息率达到5.3 市场看法上 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说 展望未来3-6个月 认为中银香港在疫情后的收入复苏 仍然处于较有利的位置 因为他们在贷款和存款方面的市场份额持续增长 亦能受惠于跨境理财通 和债券通南向通等价政策推出 策略上 中银香港至今年高位29.5毫回落 本月最低是见过22.2 上星期三 阳烛回升2.4% 星期四亦都保持在阻力顶位置 欲破 如果能够突破今年5-6月以来的下降阻力 有望转勢 目标先看26元 跌穿22元就要止蝕了 长线预料逐步回升到30元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